Hello 大家好 我是Raymond 今天來到吃乳甲 現在我的位置就在八卦路食街 真是幾年來八卦路這邊 一年就來幾次 我前面黃色這棟就是我上次吃 重慶火鍋那裡 而這一間吃乳甲的就在它後面 看到它現在中五人都不算少 而它旁邊 旁邊更多人的就是吃兩頌飯 深圳都很流行的 而這次我團購了一個193元的團購餐 是四個人吃的 有六選二的乳甲 還有飯還有湯 另外它有一個限定 因為它是新店 有一個九個九的乳甲 豉油乳甲 做法就是跟豉油雞一樣 多的士多和老婆一人一隻 拿回家慢慢吃 剛剛那個團購餐就是有這六種乳甲的做法 就選兩隻 另外其實它這裡 主打是一個土福寧 可以用這個土福寧加乳甲做個鍋底 去打火 先到這個炒心頭肉 應該就是內臟 做法應該有點像湖南菜的酸辣雞雜 嗯 都是那種味道 這個可以的 這個 當是湖南菜 這樣吃 試一下這個藤椒乳甲 它這個是冷的 應該好像滑水一樣浸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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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劈劈一下它的內臟 沒有清乾淨 嘗一嘗先 嗯 雖然是有藤椒的味道 但是 就 不會說好過 都好滑去浸到皮 如果配個啤酒應該會更加好一點 可惜我就不喝酒 很快我就去吃第二塊了 我老婆都說這個挺好吃 都挺入味 大家如果有機會來 可以叫這個藤椒 藤椒味 這個是脆皮 乳甲 這隻 就好像沒有那麼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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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少脆的 就沒有給我們吃開的 滑鹽 主要它做脆皮 都是上了皮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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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吃開的 乳甲 裡面的味道有少少不一樣 因為它這個老闆 老闆 老闆是 東北人來的 都OK的 都很香 都沒有選錯的 是 是 我們 這個雨季都很不錯 讓我嘗試去羅湖的咕嚕門 吃中餐的乳鴿 比較好吃 但比不上我再上一次去的乳鴿 這隻就介入在兩隻之間 但都可以了 好吃 前面這個是冬菇炆乳鴿 做法就是和炆雞一樣 這個餐是四人餐 所以就是四隻乳鴿 現在只吃了三隻 這個就是一般家常的味道 和家裏自己的冬菇炆雞的味道 差不多 都可以了 這個就是乳鴿湯 看上去就是泥水 這個有些油和它 有點黏口 不知道它放些什麼呢 味道就比較淡了 真的和餐廳的泥湯差不多 但是喝下去的口感 有點黏口 它一碗 應該說一杯湯都幾足料 都撈了幾個乳鴿出來 不過我嫌它淡那些 是兔餐裡面包起來 沒有所謂的 沒有所謂的 剛剛呢 我老婆就說 應該這個湯就是加了 土福寧 我就喝不出了 因為我自己就沒 沒喝過 沒吃過土福寧 大家有機會 下次來試一試 告訴我 它這裡還有一個 煲飯 不可以叫煲仔飯 我們的認知就是 拿一個煲仔煮的飯 它也是拿一個電飯煲 煲的飯 剛剛吃了這個飯 覺得它的醬油有點淡 但也有乳鴿的味道 香味 始終 沒有我們 用打煲出來 那種煲仔煮的粉很香 沒有飯焦 還有這個醬油 就還未 調好 不夠香 很爽 很爽 不用這麼多 給我一個藤椒 這個 我吃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它這個皮 還有 肉中間有個 透明那個 膏狀的物體 它就是證明它這個 浸得真是不錯 特色 嘴唇 就說是有點淡 但是嘴唇 又還是想吃 這一個三四人餐 四個人應該都夠吃 不夠就可以叫多一兩樣東西 另外它的乳鴿 我覺得如果人都可以六個口味叫勻 我試了兩個味道, 都覺得不錯 套餐裡面還有個土腹梨膏四杯 上面就是那個椰汁 椰汁水 看起來很像龜梨膏 不知道 淡淡, 淡淡的味道 有四杯 拿回家, 慢慢看電視當作甜品 去廁所回來, 見到這些一煲一煲的電飯煲仔飯 正所謂, 又吃又拿 他這幾天做公開, 有個九個九的單人餐拿走 看有些什麼 又是那個 土腹梨膏 還有 還有一隻 這個菜 送一隻魚鴿 還有一個熱的 一隻是豉油 這個是豉油雞的做法 魚鴿 九個九 只是做這幾天的 所以我就 喝了兩個 回家又是可以慢慢吃了 一隻 入面比較吵 所以走出來做結尾 大家可以看看畫面右邊有個光圖 應該是老闆 招呼不錯 而這裡的魚鴿真的可以一試 大家可以先來團購了餐 不夠就再加 我覺得 我就只有兩個人 如果人多可以試完他六個口味 我現在只可以試到兩個口味 一個藤椒 一個脆皮 另外一個豉油 魚鴿 但豉油魚鴿要拿回家 才知道好不好吃 我就打算今晚 煮飯的時候就放在面上 煮熱它吃 應該就不會差的 因為他 看他藤椒那個做法 浸得都很滑 大家有機會過來八卦路這邊試一試 地址我就放在資訊欄那裡 這次就是這麼多了 下條片再見 拜拜